相信在座的各位玩家 你们对于一款游戏好不好玩的定义 肯定会有所不同 有的玩家喜欢开放世界游戏所带来的自由感 有的则更喜欢重剧情的叙事游戏 但这都因人而异 毕竟每个人对第九艺术的看法都不一样 所以为了迎合所有玩家 游戏厂商也分别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游戏 当然如果要谈到市面上哪款游戏最好 多数玩家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会是三年大作 会先联想到三年大作也很正常 毕竟这类型的游戏就是高水平的象征 但其实有很多时候 大家所期望的三年大作并不会给玩家带来太大的惊喜 可能是因为大作的关系 所以大家也高估了背后的团队 有时候这些游戏如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的话 还会给玩家们呛 但市场上有着另外一种游戏 大家对它的期望值通常都不会很高 甚至很多玩家对这类型游戏的认知都非常有限 不曾注意过市场上还有着这样的游戏 但偏偏就是这些曝光率不高的游戏 能给玩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没错 它们就是传承了独立精神的独立游戏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Nero 独立游戏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虽然背后并没有金竹的靠山 但这也造就了开发团队无需被上头束缚 所有的掌握全都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它们可以尽情的在游戏中发挥想象空间 制作出一款独一无二的游戏 所以独立游戏才会在那么多款游戏中显得那么独特 而且评价都非常高 那么看在2021年也即将结束 今天我就为大家来回顾一下 10款2021年最出色的独立游戏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们事不宜迟 Let's go 首先登场的游戏就有Sable 这是一款较为特别的开放世界探索游戏 由Shade Rose工作室所开发 并且于9月23号那天 由Real Fury负责发行到PC和Xbox平台上 那会说这款游戏较为特别 是因为作为一款开放世界游戏 它并不含有战斗的元素 而且开发团队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美术风格 把各种场景都塑造得非常漂亮 而且制作主还找来了独立摇滚团队 Japanese Breakfast为游戏制作原生音乐 给玩家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甚至白天黑夜所呈现的方式都不一样 白天的色调会显得比较保暖 而黑夜则会偏冷戏 玩家们在游戏中将会化身成为一名叫Saber的女孩 独自一人在这庞大的沙漠地带中冒险 途中你将会看见非常多古代文明所留下的遗迹 还会有着解锁的元素等着玩家们去解开 人理也将会慢慢地解开其中的奥秘 这款游戏的灵感来源源自于2017年的年度游戏 旷野之息 所以大家能在游戏中发现很多旷野之息的影子 就很像空中滑翔 攀爬悬崖峭壁等等 甚至和NPC对话的方式也差不多 当然这款游戏有着悬浮机车可以乘坐 以方便玩家快速地穿越以座座沙丘 整体来说是一款非常适合放松心情的游戏 接下来我们就终结者 《莉莉骑士救赎》 游戏在今年的年头推出了强线体验版 而正式版则是在6月21号那天优先登入Steam平台 随后也陆续登上了PS4 Xbox One以及Search平台上 游戏是由日本游戏开发商 EggLab和LifeWire一起联手开发 并且Binary Haze Interactive负责发行 这是一款背景较为黑暗的2D横向卷轴游戏 玩法则采用了类影和战士恶魔神游戏的方式呈现 有点类似前几年推出的空洞骑士 玩家在游戏中将化身成一名小萝莉 也就是游戏中的主角莉莉 由于游戏中的世界下了一场致命的死亡之雨 所以导致人们都变成了怪物 而莉莉作为唯一的幸存者 将会在恶灵骑士的协助下 一起在废区中寻找这场灾难背后的真相 游戏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她的战斗方式 莉莉的身体非常脆弱并不适合打斗 所以她的战斗方式就是召唤身后的恶灵骑士进行战斗 整体看起来非常酷炫 而莉莉在击败了怪物之后 将会将其体内的幽魂给释放出来 甚至在打败boss之后还能获得新的技能 由于游戏中的美术风格还有配乐方面都设计得非常优秀 游戏整体也打磨得非常完美 几乎都不太会出现bug 所以有着非常高的评价 12分钟 相信大家第一次看见这个名字的时候 都非常好奇这到底是一款什么游戏 然而当你去尝试了这款游戏之后 你会发现你不知道自己玩了什么 12分钟是一款由路易斯·安东尼奥独自开发 并且安娜·布尔纳互动在8月19号那天所发行的惊悚悬疑类游戏 玩家们可以在PC和Xbox平台上找到这款游戏 12分钟大部分的场景都传了俯瞰视角呈现 当中也掺杂了一小段3D画面 游戏的一开始 玩家们所扮演的主角在忙完一天之后 准备为家和妻子共度浪漫的夜晚 但没想到两人才刚聊到一半 门口却出现了一名自称是警察的男子 说是要上门调查妻子 原因是他涉嫌一起谋杀案 结果这名男子在闯入家门之后 便把主角给寄晕了 然而当主角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才惊觉自己已经陷入12分钟的无限循环 玩家将会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循环进展 一步步了解到自己以及妻子不为人知的秘密 对于喜欢悬案以及侦探类游戏的玩家来说 这游戏非常适合你 整个剧情都设计得非常吸引人 而且加上游戏的概念非常创新 给玩家的体验也很棒 但由于游戏缺乏指导 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有难度 不看解说的话的确有点难明白 当然就是因为这种悬疑的元素 让不少玩家都爱不释手 接下来我们就回宣英雄 这是一款由俄罗斯工作室FourQuartus所制作 并且Developer Digital在3月4号推出的 Rogelike策略型游戏 这款游戏优先登入PC平台 就在几个星期前也迎来了Switch版本 游戏采用了像素风格来设计 虽然看起来像是一款八九十年代出产的游戏 但画质并不是这款游戏的重点 重点在于它的玩法 和刚刚的12分钟一样 回宣英雄也采用了循环的概念去设计 游戏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了一个被巫妖施法的世界中 因此人们被困在了永恒的回圈里 而身为主角的玩家将会试图打败巫妖 并且重建自己的家园 玩家需要透过拥有的角色职业 与卡牌进行组合 而这些卡牌都是随即出现的 在这段冒险的路途上 你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怪物 而游戏将会帮你自动进行战斗 战斗结束后玩家们将会得到战利品 而玩家则可以利用这些战利品 让自己升级成一位更强大的英雄 以便能突破这项轮回拯救世界 回宣英雄在刚推出的时候就马上引起了众人关注 而且都一致性给出了好评 那这款游戏会那么吸引人是因为游戏性非常高 一款看似极为普通的游戏却结合了丰富的元素 让整体的完整性更高 甚至还会让玩家玩着玩着就上瘾了 如果你是想玩玩游戏过时间的话 那这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接着我们就这款名叫死亡之门的动作冒险游戏 由泰坦之魂的开发团队Axin Nerve所制作 并且同样也是由Devolver Digital所发行 游戏在7月20号那天由先登录PC和Xbox平台 几个月之后也迎来了PS和Sitch版本 游戏中的主角是乌鸦兵团中的一员 所以玩家将会在游戏中扮演着一只乌鸦 而玩家的任务非常简单 那就是收集遍布在地图中的亡灵 但在探索的途中 玩家们需要时刻注意那些对灵魂非常感兴趣的小偷 而他们正是玩家们所要面对的敌人 游戏和泰坦之魂有点相似 但在画质呈现上有着明显的提升 整体的设计风格看起来非常的优美 还带有一点点可爱的感觉 地图中的场景也非常多样化 而且战斗机制也做得相当不错 除了能使用近战武器还有弓箭以外 玩家还能利用魔法来进行战斗 整个打斗的过程非常流畅 而且视觉效果也非常棒 如果还没尝试过这款游戏的话 那不妨考虑入手哦 96号公路 光听这款游戏的名字就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款由法国的一家游戏开发商 DGs Arts所开发的敌人生动作冒险游戏 于今年的8月16号正式登陆PC和Shitch平台 相信大家对这款游戏都不陌生 毕竟游戏在疫情推出之后就受到了大量关注 96号公路最优秀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故事剧情 当然并不像是其他游戏的那种单一剧情 玩家在这款游戏中将会操控非常多不一样的角色 而每一位角色所经历的故事都不一样 游戏采用了剧情像的玩法呈现 而玩家在游戏中所做的每一项选择都将会影响到后来的故事发展 有点像是在看一部非常有趣的微电影一样 游戏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了一个名叫佩特利亚的国家 一个以权威主义为首的国家 所以在这里自由是最奢侈的 于是非常多青少年为了寻找自由以及理想的生活 都纷纷踏上了前往边境的96号公路 在这充满着惊喜的路上 同样也伴随着非常致命的危机 那这些青少年的命运会如何 这就要看玩家们的选择了 对于一款独立游戏来说 96号公路的游玩性非常高 而且在故事剧情方面也设计的相当好 每件事情都是随机发生的 并不会感觉到游戏有很重的重复感 非常值得玩家们一试 就在2017年 为点一家独立游戏工作室 Taxia Studios就制作了一款评价非常高的独立游戏 而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小梦魇 直到四年之后 也就是在今年的2月11号那天 小小梦魇第二代终于灭世了 并且优先登入PC、Switch、PS4以及Xbox One平台上 后来官方也为四世代主机推出了强化版 这一次的作品同样也是由Bandai Namco负责发行 而且游戏在易经推出之后也同样好评如潮 甚至有些玩家会觉得比前作做得更优秀 熟悉小小梦魇的都知道 这是一款平台式的恐怖解谜冒险游戏 而在这一代作品中 玩家将会化身成小男孩魔诺 并且和前作的主角小六一起协作求生 慢慢揭开黑暗背后的秘密 和前作相比 这一次的续作不管是在视觉体验还是游戏的机制 都有着明显的进步 场景的设计就更不用说了 还是一如既往的上发着独有的气氛 曾经感十足 由于这一次有着两名不同的角色 所以游戏也存在着以往没有的友情元素 当然游戏的故事也做得非常棒 甚至还出现让你意想不到的场景 喜欢冒险又喜欢恐怖气氛的玩家 这款游戏推荐给你 如果要谈到今年最出色的多人游戏 瓦尔海姆肯定是最佳的答案 这款游戏于今年的2月份一抢先体验的方式登入Steam平台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款游戏是由一个只有5个人的团队所开发的 但是到如今 瓦尔海姆的总销量已经达到接近800万的数量 甚至还成了Steam平台上 同时最高在现玩家人数排行榜中的第6名 对于一款独立游戏来说 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优秀了 那作为一款沙盒类生存游戏 瓦尔海姆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首先虽然这款游戏的画质看上去不一道很精致 但在采光方面却做得格外的好 而且而其他生存游戏不同 瓦尔海姆的游戏机制会显得更新颖 我就拿饥饿系统来做例子 玩家们在游戏中同一时间可以摄取三种不同营养的食物 但这些食物并不是用来填饱肚子的 而是用于能量加成 在以往的多数生存游戏中 相信大部分玩家都会花非常多时间在寻找食物这一方面 但瓦尔海姆却省略掉了这一部分 让玩家可以更专注在其他更有趣的地方 而并非浪费时间寻找食物 接着不得不说的就是游戏中的建造系统 玩法非常的自由 想要见怎么样的建筑都任由玩家们发挥 甚至玩家能就和上朋友一起去打怪 整体的体验非常棒 这款游戏唯一的缺点 就是大家也知道开发团队的人数非常有限 所以在更新这一方面会有点缓慢 但无可否认 这的确是一款非常适合和朋友一起玩的游戏 接下来也同样是一款由Devolver Digital所发行的游戏 独命牌卡 看来Devolver Digital对独立游戏的眼光还是挺高的 这款游戏于今年的10月19号正式登陆Steam平台 一经推出就在Steam平台上获得了压倒性好评的评价 无疑是今年做得最好 同时也最为惊喜的独立游戏 从这款游戏的介绍中可以得知 这是一款惊悚类型的卡牌游戏 而且还融合了密室逃脱害弱格的元素 其实当靠这几点就足以带给玩家们惊喜了 毕竟这类型的玩法非常少见 当然这款游戏并不止这样 当你完成了解谜并且成功逃出密室 以为这款游戏就这样结束的时候 其实真正的游戏才正要开始 大家可以想象 其实这款游戏在Steam介绍栏所展示出来的 仅仅只是这款游戏的表面 而游戏真正的内容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甚至后来成了截然不同的玩法 但避免透剧我就不和大家说下去了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想知道的话 可以去看看玩家机密之前推出的试玩影片 总的来说 这无疑是今年玩法最为特别 也最多样性的独立游戏 推荐大家自己去尝试 最后我们就这款把独立游戏 推向新的境界的奇纳 灵魂之桥 这款游戏于9月21号那天登入PC和PS平台 由于发行商是索尼 所以这也是现今PS平台的现实独占游戏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独立游戏工作室 Amber Lab所开发的处女作 第一款游戏就能做出这样的水平 无疑是今年另外一部最为惊喜的独立游戏 单单只看这款游戏的画面的话 相信不少玩家都会误认为是一款3A大作 毕竟整款游戏的艺术风格太强了 让整个世界都呈现得非常迷人 看上去都有一点像是迪士尼所制作的动画片 当然会做得那么优秀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Amber Lab在踏入游戏行业之前 其实是一家制作动画的团队 所以能做出这样的成品 也算是他们的强项 当然游戏的战斗系统以及探索元素也做得非常棒 尤其是纳斯华的动态 让节奏明快的战斗显得更加的出色 整体的完整性也非常高 而且在各方面都优化得不错 无疑是今年最优秀的独立游戏 那么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啦 以上就是2021年10款最为出色的独立游戏 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游戏有没有上榜呢 如果你有更有趣的独立游戏想分享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哦 那喜欢影片的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就是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是Nero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